这作品被毙了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感受 我在预料之处 2012年被观众称为最遗憾的一届春晚 因为这一年赵本山结束了自己连登21次春晚的记录 而至于他为何退出 主要与哈文的上台有关 2011年7月7日 央视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让更为年轻的哈文担任春晚总导演 正所谓新冠上任三把火 哈文一上台就推翻了此前的所有决定 取消春晚广告植入和贺电环节 拿掉赵本山春晚作品的免审资格 让一些文化大师帮忙审查语言类作品 而这么做的行为也直接导致 赵本山的小品好人赵大海 在第二次大连排后因现场效果不足 被导演哈文毙掉 紧接着赵本山又创作了一个乡亲二 参加第三次彩排 结果再次被毙掉 理由是内容不太妥当 这个本能做了之后 我念完第一稿把我乐多强 后来您导演主通知我这个本能不能用了 可能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就觉得不太妥当 王国给春晚又准备了第二个准的 这个本能就是又感觉到不妥 琢磨出自己被针对的赵本山也没有再坚持 直接拿着这个被毙掉的本子 登上了当年的辽宁卫视春晚 结果打脸的是 这个被哈文认定了是垃圾的作品 不仅让当年的辽宁卫视春晚收视率登顶第一名 还创造了很多网络新梗 比如说海燕啊你长点心吧 节目已经播出 就惹得众多网友争相模仿 2012年之所以让人一难平 除了赵本山的退出以外 还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春晚的收视率就一直呈下滑趋势 2014年更是创下央视春晚收视率最低的记录 为了挽回春晚的收视率 2015年就邀请了冯小刚担任总导演 而冯小刚当上导演的第一件事 就是飞去东北请赵本山出山 在赵本山的加入下 那一年春晚重新换发新机 可惜的是这届春晚之后 哈文又成了春晚总导演 清楚了 它们一遍 它是将后的行渐 结束